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喜 我是阿喜 今天要帶大家到暖冬峽谷走一走 它算是大台北近郊一個非常棒的踏青景點 有獨特的地形 最有名的就是它的滑鋪 那見日來都在下雨 我想應該會有水吧 算是我來到這裡的時候就是下大雨 於是我又搭火車回到台北去了 等一下我們要在暖暖車站 搭乘603公車道本東峽谷 現在就隨我搭公車去囉 下車出站之後我們就是往這個樓梯下去 就可以看到公車站牌了 這個就是603公車的站牌 可是我們不是要在這個位置搭 它是往基隆火車站的方向去的 所以我們是要到對面的站牌搭 我們看一下603公車的路線圖 我們在暖暖車站 我們搭到終點站暖東峽谷 那一天的班次不多也不少 就七到八個班次 我會把十個表以及路線圖 附在書面欄就可以去參考囉 最後還是提醒大家一下不要搭錯方向囉 我有點搞錯囉 原來603的終點站是東安宮 不是暖東峽谷 不過也還好啦 三站就是暖東峽谷 我現在就走過去囉 這就是暖東峽谷的後車停 你會在這邊下車 當你一下車之後呢 你就會看到暖東峽谷的入口了 反程的站牌在對面 我們看到有一個人站在那邊 站牌就在那邊喔 一走進來 你就可以看到廁所 還有停車場 暖東峽谷是不用門票的喔 我們來看一下暖東峽谷的導覽圖 它的步道有分等級喔 藍色黃色紅色 藍色呢就是一般大眾可以走的 那紅色呢就是等級最高 有挑戰性以及危險性 那我們是一般大眾嘛 我們就走藍色就好 今天我們主要的目的是看滑鋪 從導覽圖可以看到有兩個地方 從步道的顏色來看是藍色的 所以到滑鋪是算輕鬆的 這裡的景色好棒喔 小橋流水 走上來我們會遇到第一個岔路 我們要往左轉 直走呢是要去服務中心 可能今天是平日所以沒有開 好我們就往左囉 喔這裡拉起封鎖線了 之前是有遊客下去玩水啊 既然拉起來就不要下去囉 過橋之後呢我們就往右走 土地公廟的方向前進囉 接下來我們往右邊走 走到這裡之後啊 你會發現有非常多的岔路 你會不曉得該走哪一條 好這裡有個小技巧分享給大家 剛才走進來的時候 不是有一個很大的導覽圖嗎 你就把它拍下來 你就可以邊走邊看相片 現在的方向要怎麼走囉 過橋之後你就可以看到指示牌 滑鋪的方向是要往右邊這一條步道上去 往右邊這一條步道上去 是原始步道 如果沒有適當的裝備呢 就不要走了 我們是一般大眾嘛 就走這個輕鬆平坦的步道就好了 我們也是後來的 在哪一個地方 所以我們應該最好 在那一段時間 那一段時間 會見到這裡 在哪一段時間 這裡就是滑步了 走上來大概十幾分鐘而已 步道很輕鬆不會很難 現在我們就去看滑步囉 往前走是原始步道 這個步道我們就不走了 右邊有一條路可以下去 走下來的時候要小心啊 石頭會滑 慢慢走就好 你可以看到滑步的水量很豐沛喔 基本上冬季的基隆都在下雨 沒有水才奇怪 這邊結束之後我們去找第二個滑步 最後我們就原路折返到土地公廟囉 現在回到原先的岔路了 就往左轉 一走進來就可以看到階梯 這一段可能會比較辛苦一點 慢慢走上去囉 走上來的時候一定要浮好 你有沒有看到另一側是沒有欄杆的 我們就往峽谷的方向過去 我們就往峽谷的方向過去 前往第二個滑鋪 走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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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終于可以理解為什麼指示盤寫峽谷了 這裡的地形真的很不一般 現在開始在跳雨囉 我希望可以撐久一點 等我全部結束的時候,再下雨 這邊有個涼亭 走進去看一下 搞不好這裡的角度 可以看到更好的景觀 看來我們還有一段路要走 我們繼續往上爬吧 這個土地公廟好特別喔 好鮮豔的紅色啊 來拜一下 走到這裡遇到一個難題 我依照指示牌的方向前進 需要涉水而過 才有辦法到對面的步道去 經過評估之後啊 我決定不過去了 雖然可以走十塊過去 萬一滑倒又撞到 那真的是得不償失 還是算了吧 我已經走完這兩條 一般大眾都可以走的步道了 現在我們就折返回入口囉 我已經回到停車場了 走完這麼一圈之後 暖東峽谷給我的感覺 就是很平易近人的踏青景點 走在步道的時候啊 無時無刻可以聽到流水聲 上面還有很茂密的森林啊 不會很熱 這個時候來走的話非常的涼爽 那也很感謝老天爺的幫忙 沒有下雨啊 只是噴一點點的小雨滴而已 來這邊請走一般大眾的步道哦 千萬不要走紅色的 除非你有準備好了 這隻儀就給大家參考囉 喜歡的話就分享給你的朋友知道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記得訂閱和打開小鈴鐺 在這隻儀就拿到大眾的鎖 在這隻儀就他們在下雨裡 沒有了 你也會不會再拍攝